创造101车祸现场视频流出,蜡耳朵的声音怎能让人忍受? 创造101的小姐姐们几乎是每天都要轮番上热搜,热度堪比马上就要到来的世界杯啊! 现在比赛已经到了后期,各家粉丝都开始进入了紧张的投票阶段,生怕自己Pick的小姐姐不能出道。 但是,创造101的女孩们真的具备出道的实力吗?小编看未必啊! 前几天,101的小姐姐们参加了粉丝见面会,提前感受当偶像的滋味。 她们还在表演现场为粉丝演唱了几首经典的歌,现场燃爆了。 但是,流出的现场视频简直是蜡耳朵啊,大家喜欢的小姐姐们唱功实在是太差了吧。 也许这支女团还没有出道就要面临群潮的风险了。 《红色高跟鞋》是第一期公演最受欢迎的舞台表演,李子婷和吴应香的好嗓音让这首歌的格调变得很高,将女人的性感和妩媚展现得淋漓尽致。 但是,粉丝见面会上,吴宣怡和孟美琪的声音不够成熟诱惑,紫宁的高音直接劈叉了,她们真的做好出道的准备了吗? 还有《麻烦少女》这首歌曲,公演舞台上只有杨超越表现得很差,但是在粉丝见面会上,小编发现原来走音的不只是杨超越一个人,整个组都跑掉了,刘仁宇、吕小宇全部没有发挥好,只有陈奕涵勉强hold住了。 看来,当时群朝阳超越实在是没有必要,所有的人发挥的都很差。 小编不离担心,如果说这些女孩子们出道了,带给粉丝们的是什么样的舞台。 还有《逆光》这一组舞台,虽然说有实力唱江在里面,但是整体的效果还是比较一般的。 陈芳瑜走了以后,逆光最经典的高音没人能唱上去,和声也不够出色,整首歌降了不止一个档次。 小编真的是心痛啊,101的姑娘们真的该好好练习了,这样的实力怎么出道呢? 小编看了现场的视频,只有木兰说的舞台效果是合格的。 虽然说女团吃的是青春饭,但是强大的实力也是女团的必备条件。 如果说没有实力作为支撑的话,就只是昙花一现了。 大家怎么看这次粉丝见面会的车祸现场呢?